高雄市行大爭議對二分隊之前借貨情資 只稱有人在社群網站通訊案件上面 刊登投資獲利高報酬的一個廣告 當加入了這個廣告之後才會發現 達人就是一個所謂的賭博戰 他會吸引你參加賭博獲利完之後 他會再繼續引誘你參加他們的股東 由他們來帶來操作保證獲利 或者是獲利販賣的一個模式 吸引被害人加入 加入完之後獲利呢 他們被害人要領取這些賭金採金的時候 他們就百般刁難 完全沒有辦法頂出來 甚至被恐嚇導致被害人血本無歸 當我們接過這個勤資完之後呢 我們組成專案小組 跨行行動地鐵署指揮偵辦 經過偵查之後 發現他這個詐欺的機房 設在雲林斗六四 我們申請了搜索票 司機身手之後 會從雲林縣警方 過門空間 當場超過七男兩女九名嫌犯 還有手機電腦交戰手車等等的這些東西 全案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 在此要呼籲社會大眾 如果在社群網站通訊軟體上面 遇到兼差兼職投資報酬率高 或者是網紅網美的這些廣告 要慎選要加以求證 避免落入詐騙機場的一個圈套裡面